由本地导演陈静音 指导和编剧的电影《大笨象》 获选将代表新加坡镜竹 第90届奥斯卡金像奖 最佳外语片 《大笨象》讲述一名 失忆的中年建筑师 带着一头大象回故乡 寻找他们曾经生活过的家园 新加坡电影委员会主席表示 这部电影在海内外 都引起了观众的共鸣 因此委员会选定 由这部电影代表我国参赛 陈静音则说 他深感荣幸和骄傲 因为全球电影人都会关注奥斯卡 而且这还是他的处女作 《大笨象》今年初 曾在美国圣丹斯国际电影节 获得最佳编剧大奖 成为首部在美国国际电影节上 得奖的本地作品